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 薛老師可不可以 薛老師 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紀念建築跟歷史建築的一些差異 老師我要解釋 那依據這個辦法就是原則上 紀念建築比較有人物需要保護的人 那歷史建築其實要取得身份以後才會有紀念性建築 他在那個程度上其實要先給歷史建築才會到紀念建築 但是也沒有那麼硬性的規律 但是人物是紀念性建築很重要 譬如你覺得這個匠石或這裡面有很多代表性的人物 那個部分你大概就會特別去投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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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投市 上台建策 中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启动 文字幕提供 有关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129. 启动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大家好 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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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启动作 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启动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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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动作